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 二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395集 小北言集 司徒南身影如鬼魅 悄然无息地进入到了朱雀大陆北部的那一大片黑雾中 他的来临没有任何人察觉 甚至就连旗内主持此处的仙仪族四祖也丝毫不知 在那轮回祖灵树成长的瞬间 司徒南整个人化作一道虚影 寄生在内 生生地把轮回树生长所需的大量养分 立刻吞噬得一干二净 使得仙仪族内极为稀少的一个轮回祖灵之种 立刻崩溃 消散一空 这诡异的一幕啊 使得北部所有仙仪族族人顿时震惊 四祖更是愤怒之下 不惜牺牲符文 以秘术终于看到了司徒南 司徒南冲着四祖哈哈一笑 身子一闪消失在了原地 风中啊 传来他嚣张的声音 诶 朕他娘的难吃 早知道这么难吃 老子才不吃呢 仙仪族四祖是一个白发老者 他双目通红 机遇低血 咆哮一声 立刻冲出 紧追不舍 在他看来 司徒南吞噬的并非仅仅是一个轮回树 而是一个祖灵 一个仙仪族数万年来只培养了五个的祖灵 一旦祖灵成长 配合秘术 用不了多久 便可从虚无中降临灵体 结合祖灵成为一个十叶数周时 现在居然在他眼皮底下 一个祖灵就这样被人生生吞噬 他的愤怒已经冲昏了头脑 已经达到了极限 我要杀了你 司祖咆哮中 疯狂地冲出 司徒南速度极快 哈哈笑的 一代朱雀的这个方法 虽说有些无耻 但老子喜欢 等老子有了肉身 把这方法交给王林 到时候我们爷儿俩一起吞噬 不过 以王林现在的修为 恐怕是承受不住 我一定要杀了你 剧烈的咆哮 好似撕心裂肺般 在司徒南身后紧追不舍 这咆哮中啊 透出的恨意 笔墨无法形容 王林早就听到了前方传来的咆哮 他立刻把文兽收起 不在原地等司徒南 一闪之下 向一旁急驰而去 司徒南的神石一扫 立刻找到王林 挪一而来 在王林身旁出现 飞快地说道 哎呀你速度慢 我带你走 后面有疯狗追来了 等老子有了肉身 消化了这祖林之力 定要把他这疯狗小娃娃 给煮了 说着 他一把抓住王林 急驰而去 司徒南的速度极快 转眼间便带着王林 冲出了朱雀大路 直奔 小北沿急之地 仙一族的四祖 此刻铁了心一般 疯狂地追击 一刻不停 司徒南逃走中 没有任何惧怕之色 更是时而回头 看向身后 放缓速度 等那四祖来临 老子把他仙一族的祖林吞了 等结合肉身后 再把这小疯狗娃娃 还给吞了 那可以减少一大半的恢复时间 既便宜了自己 又灭了仙一族 一个相当于问鼎期的术咒师 算是对得起一代朱雀了 嘿嘿嘿 司徒南哈哈笑道 小北沿急之地 是在朱雀星之北 昔日的雪玉国旧址所在 这里的冰川 自朱雀星有休逝以来 从未融化 整日里寒风呼啸 冰霜满天 远远看去 此地更是时而又深蓝色的寒雾 缓缓飘过 所经之处 一切生灵全部死尽 这寒雾便是九离之气 只有在极岩极寒之地 才可出现这天地之间 玄妙而出的一股神秘力量 九离之物 除了毁灭一切生灵之外 它还有一个作用 便是把一切无法短时间毁灭之物 全部吸收进入雾气内部 慢慢地炼化 小北之地很大 当年的雪玉国呀 也仅仅是探索了三分之一后 便无法前行 定国在了外围 小北之地的深处 他们无法探查 但是朱雀星的一些大神通者 均都知晓 在这小北之地的最中心位置 有一处红色的冰原 那里的冰并非寒 而是岩 这是一种很奇妙的变化 能让岩火以冰的样子出现 这本身呢 就是造物的一种 让人膜拜的神通 此地被朱雀星修士 称之为小北岩极之地 在这里 有横古以来就存在的天然静止 久离之气便是其中之一 另外呀 还有极眼血之光 紫光神秘莫测 它对无血液之物啊 没有作用 但只要是有血液的生物 被紫光照到 立刻全身血液沸腾 燃烧 不出石膝便可死亡 除了这些 再就是可以吸收神石的奇异冰层 在这里 神石被无限的弱化 此刻 在这小北岩极之地的深处 一个童子 全身被红色的燕兵包裹 四周弥漫九离之物 童子相貌军美 只是此刻脸上露出挣扎之色 时而张口吐出一道黑气 黑气立刻融入到燕兵内 随后扩散而出 把九离之气稍微推开一些 只是那些九离之气刚一散开 便又立刻冲上 把燕兵包裹 慢慢的炼化 这童子便是诗音宗朱雀星大长老孙泰 迎战巨魔族老祖时放出的魔童 这魔童诡异得很 当年巨魔族老祖的肉身 便是在他的攻击下溃散 元神不得不逃出 最终被这魔童追击 在这小北岩极之地 才侥幸逃离 若非孙泰 被巨魔族老祖的天父神通传送出了朱雀星 有他操控 这魔童断然不会被困在此地 此魔童的来历极大 说起这魔童的来历 就必须要说一下诗音宗了 诗音宗是一个极大的宗派 他远非朱雀星上任何一个宗派可以比拟 实际上在很多修真兴上都有诗音宗存在 诗音宗如同一个庞然大物散开的分支 在众多的修真兴上扎根 做着买卖肉身的交易 搜集各种各样奇异之物 很少有人知晓 诗音宗的总部到底在什么地方 这是一个秘密 诗音宗的结构好似一个塔形 分不及多 在修真联盟 诗音宗是不多的几个被承认的宗派 远非那些修真星上的门派可比 诗音宗 这才是这个修真时代的真正宗派 很多老一辈的强大修士都知道 诗音宗轻易不要招惹 此宗派内据传闻 其幕后之人与当年的仙界破碎有些关联 只不过这只是传闻 真假难辨 但无论如何 诗音宗的强大却是无需置疑 在每一个拥有诗音宗的修真心 诗音宗总部都会安排两人负责 一个是宗主 一个是大长老 宗主管理一切事情 大长老则是起到监察的作用 在诗音宗有一部宝剑 其上共记录了三千多种不同的肉身 这些肉身一旦有人可以找到 便可以换取天才地宝 那魔童便是孙泰在一处门荒的星球得到植物 这魔童的肉身在诗音宗宝剑内排行一百七十一 它是引灵根 没有固定属于天生的夺舍之物 一旦被夺舍 会自然生成与夺舍者最匹配的灵根 孙泰得到这魔童后立刻大喜 祭练了上千年 终于把这魔童炼化而成 更是具备了神通 仅仅肉身便有了应变中期的实力 只不过此物其意 在没多少钱需要放在特殊的阵法内积阳 不能离开阵法太久 所以孙泰去仙界之时并未带上这魔童 而是一直放在朱雀星 一直到回来后 他取出魔童 本打算暂时离开朱雀星 去附近行域 诗音宗移出大的坟布 在那里 把这魔童交出 换取一枚八品上街 分绳丸 解开周易的封印 正是那时 王林对他召唤 所以才会有魔童出现 追杀巨魔族老祖的一幕 萧北延吉之地外 这一人 三道长虹两前一后破空而来 前面的二人 其中一个身穿白衣 长发飘动间 露出一个青年的身影 在青年身边还有一人 这人是个中年 身子粗广 整个人散发出一股桀骜之色 若仔细看 可以看出他的身子并非实质 而是虚幻而出 在二人身后 一个白发老者 咬牙切齿 面色颇为难看 紧追不舍 这三人 正是王林一行人 小娃娃 速度太慢 老子这一路上 等你多少次了 你若是再不快点 老子可就不等你了 司徒男回头 看了看远处的 仙仪族四族 大声说道 四族气得吼叫一番 这一路上 他多次想要不追 但每当这时 前面的中年大汉 便会停下来嘲笑 四族也知此事蹊跷 但他内心颇为不甘 他有一个秘书 一旦追上前面 吞了祖灵树之人 便可施展出 把祖灵深声抢回 只不过前提是 祖灵没有被人炼化 正是这个原因 所以他才会如此持续 三人速度飞快 转眼间越过小北之地 进入到了炎疾之处 王林一眼就看到了 远处那红色冰块内的魔童 司徒男呢 更是双目放光 哈哈一笑 身子立刻停下 回头看向 飞快追来的四族 这小北炎疾之地 老夫当年肉身 魅魄碎前 曾在这里修炼过很长时间 对这里的进制 有很深的了解 司徒男说着 眼露回忆之似 右手掐绝 口中吐出几个词语 像一旁的虚空一指 顿时啊 地面一晃 整个小北炎疾之地的冰层 立刻闪烁精芒 这些精芒 以极快的速度 立刻凝聚 闪烁而出 司徒男哈哈一笑 抓着王林一闪之下 出现在了百丈之外 遥望四族 单见那四族刚一追来 顿时整个天地间脑 立刻闪耀刺眼白芒 这白芒极为明亮 带着一股诡异的威能 落在了四族的身上 顿时啊 四族全身皮肤下 立刻升起鸿芒 哼 极眼血之光 四族冷笑 他仙仪族啊 本就是这朱雀星的原居民 对于这小北炎疾之地的了解 极为深刻 一眼就认出了 这白光的来历 他双手在身前一抹 顿时 一个巨大的符纹出现在其身前 一推之下 这符纹顿时闪动 四周的白芒纷纷消散 转眼间便从四族身上推开 司徒男轻易一声 目中寒芒一闪 身子一动 快若闪电 直接冲向四族 四族猛地抬头啊 钉向司徒男 手中符纹一拍 这符纹立刻画作一道道丝线 向着司徒男缠绕而来 司徒男哈哈一笑 也不闪躲 居然直接从那些丝线内传透 漠然间钻到了四族体内 四族身子一震 低刻道 滚出来 他右手猛地拍在额头 其眉心上立刻出现了一个酒夜植物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作者耳根 演播丸子冯宝宝 后期制作云脉 更多精彩有声书 竟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